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不過我們也來聽聽郭台銘 郭台銘在昨天來到 我們東森財經台接受專訪的時候 也談到了6月1號的凱盜造勢 如果妙天要跟你見面 你會跟他見面嗎 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沒有考慮到你現狀投約 還沒考慮到問題 所以你會好好想一想 我想只要對中華民國的勝選 我想對拼經濟有幫助 我當然會見面 如果只是為了造勢 我覺得我要用實體的經濟 造實體經濟的事 來作為競選的一個根本 很多人在看6月1號這一場開刀造勢 不管他是誰安排的 但是這一場關係到韓國瑜的人氣 以及未來的民調 韓國瑜跟你之間既是兄弟也是朋友 但現在也是對手 韓國瑜的名氣在6月1號 很多人說就決勝負了 如果他6月1號的名氣 人潮熱鬧度超過三山 那可能往上直奔 如果比三山弱 很有可能往下 你怎麼因應 我想以韓市長造勢的能力 超過三山應該不難 三十萬五十萬的人士在凱道 過去造勢都有五十萬 困難不是難的事情 我不相信 我不懷疑他造勢的能力 那我想我要拼的是拼經濟選舉 要拼經濟的能力 所以拼這個拼造勢能力 並不等於代表拼經濟能力 這是我的看法 但是他確實會影響到 未來你們兩個人的民調校長 可是我到這一次下鄉 看了很多的到偏遠的地方 到日本到昨天晚上 都晚上從嘉義回來 我到握了每一雙手 我就發現到 他們眼睛裡告訴我 他們的手 用他們的雙手警報著我 他們是希望能夠 不是在那邊出氣 他們希望看到的是 能夠說能夠來幫他們 帶著他們一起 小手牽小手 對中小企業也是一樣 漁民也是一樣 讓他們走出一個 有經濟的未來 所以我的造勢是 到每一個鄉鎮 需要拼經濟 我看到的是 我拼經濟的造勢 對我來講是更重要的 來 鄉文問題要問 因為民調一直都在自己進行 我相信你也注意到 你的民調很快的上來 網路的聲量其實表現也很好 現在跟領先群跟韓國瑜 其實已經非常的接近 您一直在談 您在拼經濟這件事情上面的優越性 您跟韓國瑜的差異在哪裡 在國民黨的黨內初選 最後很可能就是你們兩個人當中選一個 你認為你跟韓國瑜的差異在哪裡 越短越好 我跟韓國瑜說 我的拼經濟就是以我45年的經驗 我在國際的connection 國際關係 帶在對將來貿易戰跟科技戰的轉變過場中 最起碼我45年 我賺了不少錢 我繳了不少稅 這點可能是我跟他差異 所以讓一個 我要讓選民了解 將來誰真正能夠在台灣的各百行百業 然後帶他們一起賺錢 帶他們走到全世界各地 我想這是我 但是我覺得 我要強調 我最近一直在講一句話 我說我不是說要出來跟誰比 我是給我們全2300萬的同胞們多一個選擇 多一個選擇 讓老百姓學亮眼睛自己去比 照郭台銘的說法是 他沒有要辦造勢活動 他寧可去握每一雙手 但我們剛剛也談到 這一場6月1號的凱刀造勢 對韓國瑜而言 對郭台銘而言 都是非常重要的關鍵殊死戰 為什麼 因為那天的人數現在已經喊10萬了 如果那天只有2萬 這樣開就已經燒掉了 但如果那天的人數真的很多 就像油花科所說的 如果人數衝出來 對民調當然有幫助 那天還有一個因素會影響 天氣 所以我們特別查了一下天氣 好 我們來看一下 6月1號是禮拜六 降雨機率 這是氣象局公佈的 降雨機率60% 所以降雨的可能性很高 換句話那天有可能會下雨 下雨應該會影響人潮 好不好 以這一次的活動來講 我覺得人潮基本上 這幾天已經確定了 如果今天有很多的 南部鐵粉要上來的話 下大雨難道會回去嗎 這會影響的是台北鐵粉 有辦法 人口移動10萬人嗎 但是你千萬不要小看韓粉 韓國瑜支持的很鐵的 鐵打不動 所以下個雨算什麼 你知道現在已經有人 在網路上貼風雨生信心 基本我們小時候唱的那個 國慶的時候 每次都要唱的那個歌 就表示對他們來講 有沒有下雨風雨無阻 是不是考量的重點 好 那假設是2萬人 是3萬人 3萬人在一個下雨的時候 有一個政治人能動員3萬人 你叫國民黨民進黨 現在再找一個人出來 能動員3萬人看看 你如果用這個角度來看 你就知道只要到3萬打底 上到5萬 10萬能不能在大雨的時候 我們不敢講 但這對韓國瑜來講 就是定心完了 所以你如果3萬 我這邊補充一下 就是因為 九合一大選到後面肇事動員 因為太熱烈 所以把大家的胃口 拉得很高 一定要9萬 10萬 其實大家記得 三三肇事第一場嚇死人 大家跟陳其邁兩個陣營在比是什麼 是喊有沒有3萬人 一滿3萬人 大家就各自宣傳 人空前絕後的多 因為以前高雄 根本沒有3萬人這種場地 所以大家的口味 是已經變成被拉到很重 所以覺得3萬人少 但是其實在這種 不是在選前的這種時刻 你如果能到3萬人 甚至到5萬人 我坦白講 已經是一個非常非常 不得了的動員人量 好 也就是說 不用10萬人了 到3萬人 民調就會往上走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民調 我們先來看一下民調 好 我們看到這是 蘋果的州州民調 我們看到哪些媒體呢 來 這一周是往上走了 對不對 從25.6走到29了 增加了3個百分點左右 這一周呢 是最慘的一周 為什麼說最慘呢 是有王小姐 有黃光琴 有手不知道放在哪裡 喝酒的時候 你在幹嘛的那一周 他的民調是持平的 沒有往上動 可是這個禮拜 開始往上動了 關鍵是 Yes I do 然後他確定 我就是要選 Yes I do 不再扭扭捏捏之後 他的民調往上拉了 我們來看這是郭台銘的民調 郭台銘當然也是往上拉 但是他們之間的差距有 10個百分點左右 看起來還有一段距離 我們再來往下看蘋果的民調 好 蘋果這是 韓國瑜和蔡英文的民調 你可以看到 差距拉開了 蔡英文和韓國瑜之間 也差到了10個百分點了 所以他們的差距已經持續的擴大 我們再往下來看 好 這是 所看到的是 蔡英文和韓國瑜 那如果我們把 蔡英文換成賴清德 加入柯文哲 好 柯文哲是站在攻擊點 為什麼說他站在攻擊點 因為他是第二名 很有機會持續往上走 而且他趨勢現在是往上的 柯文哲什麼事都沒幹 他只有去一趟日本 他在中間沒有跟大家一起混戰 但他的民調往上動 來到29.5 當然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 韓國瑜還是距領先的35.3 綠色是賴清德 賴清德的民調是往下滑的22.8 所以民調持續的出現了變化 在網路上有不同的民調 阿光 我在提供 關於這個民調的數字 我今天看我在蘋果日報工作的朋友 他直接公布了 蘋果日報用手機民調 你猜猜看 他為了要做出一個完整的民調 你知道他打多少頭 兩萬兩千多通 才收集到一千多個合格有效數字 所以這個才讓我們現在開始思索的是 手機民調到底可不可行 因為如果他的聚訪率是95%以上的話 後面很多黨派的手機民調 會產生至愛難行的問題 所以光知道這個數字 我想觀眾可能要想一下 你在走在路上或是Pamea的時候 人家打手機來問你政治人物的支持度 你如果不回答的話 就是現在95%的聚訪率 但是我還是在補充一下民調 我剛剛注意到 他們出現了對賴清德而言的死亡交叉 在這個禮拜 好 我們回來看民調 民調其實有非常多民調 這是手機民調 來 學員幫我們來看 其實還有好多 像網路上的網路溫度計 甚至有些其他的不同的 操作方式的民調 他也顯示出不同的訊息 我們首先先看網路溫度計 因為網路溫度計是 我們看到這個列表是政治人物 前百大排行 先講韓國瑜到目前為止 他的整個網路上的曝光度 都是第一名 已經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動過 你仔細看所謂的正面形象 就是我在網路上發文 然後我說韓國瑜好 我說蔡英文好 我說柯文哲好 我說郭台銘好 韓國瑜的這個比例數字 是最是次於郭台銘 好 我們來看你剛剛講的是這個 網路聲量大不代表都是俄羅利 所以網路聲量有負面的 有正面的 如果從正面聲量來看 正面聲量是郭台銘第一名 正面21% 小銀韓國瑜的20% 緊追其後的是柯文哲 然後才是蔡英文 對 這背後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郭台銘 最近才被納入政治人物 因為原來他不是政治人物 起跑很慢 所以他的正面的比較是 商業領域的正面與否 跟政治領域的正面與否 其實比較不一樣 所以同樣的狀況 你可以看到 韓國瑜的中立加上負面 大概有將近8成 這個時候他接下來的運作 要怎麼把中立的人 拉到正面來 會是他的關鍵 否則以這樣子的正面評價來說 在未來的競選會有一點困難 當然你執政越久 你的負面的聲量一定越高 所以你仔細看 這個負面聲量 基本上是跟你執政時間成反比 你做得越久 蔡英文都做一任快要結束了 然後柯文哲已經做一任多 那這兩個人的負面聲量 就是以從高到低 韓國瑜執政五個月 所以他負面聲量32% 郭台銘根本還沒有在政治領域執政過 所以他負面聲量只有28% 可是做越久萬坦路賊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現在這幾個人的網路聲量 關鍵就在如何搶中立的聲量 把它拉到偏好你的這一邊 好 那再看下一頁 下一頁是 下一頁這是韓國瑜本身的分析 因為這個整個搜尋 是針對網路上 韓國瑜熱門發言來查 那你仔細看一看 這個QuickSeq這個資料來源 他直接講說韓國瑜的負責數 突然之間暴增 是在五點聲明的時候 也就是那時候講五點聲明 還同時打黨內說 我們有權貴密使協商 那這是第一個負面大高漲 然後再來是市政的問題 就是黃傑翻了白眼 表示你市政分享不夠好的時候 這兩個韓國瑜如果他的團隊 有真的聰明的網路人士要分析 他的兩大軟肋跟弱點 他的阿奇底事件 第一個就是內鬥 如果韓國瑜在發表 類似內鬥的言論 恐怕不太好 那第二個就是市政 好 還有一份民調我們再來看 另外一份民調我們來看數字 這是未來事件交易所 好 未來事件交易所特別的地方是 這個是看好度 也就是我今天這個不是民調 是我是網友 我覺得我們把它當作虛擬股票 我看好他會OK 會參與 我就用我網路上的這個虛擬貨幣 我就買他的這個股票 所以他造成的股票的態勢就是 韓國瑜還在持續上升 而且前一陣子很低的時候 現在又回漲了兩塊錢 我們用這個股票的概念 就是大家想要買進 但郭台銘在這一段時間 特別是最近 因為這個我們最及時的 他不是民調 他是直接做到今天下午四點 要買進賣出的人 郭台銘最近跌了三塊錢 所以看起來兩人的差距 在這幾天包含了有造勢 包含了Yes I do之後 兩人差距開始稍稍拉開來的時候 郭台銘會需要更多的新的話題 跟也許他要有更多的掃接 跟借地氣的活動 才能夠追回來這個網友看好度 既然你說未來世間交易所 他其實就是把人當股票 當股票我就要來講一下 股票不是只有看價還要看量 我們來看一下量 這個量也蠻有趣的 郭台銘的量 我們來看一下 之前一張五張 一張兩張突然間爆發量 就叫旱地拔充量 旱地拔充量如果從股市的角度來看 他就是一個多空的分界點 你今天爆大量往上 那表示很多人在這時候買 爆大量往下 表示很多人拋手 所以這個時候是他的關鍵時刻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韓國瑜 我們剛剛看的是價 我們也來看一下量 你有沒有發現韓國瑜的量 是忽大忽小 忽大忽小 換句話也就是說 韓國瑜的民調 是隨著他的事件 新聞事件的發酵 出現比較大的波動和起伏 郭台銘看起來 是有點像鴨子滑水 突然之間 前面都沒有人注意 突然之間就爆大量 所以我想這個民調是非常有趣的